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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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要的收拾了一下书桌 然后换了一下这个桌布 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桌一定要整洁 干净 宽敞 简要的看一下吧 我这个书桌就是一个很老式的一个长方形的桌子 在我们家放了特别多年了 这里放的是我日常用的记笔记的本子 还有我的手帐本 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在写手帐 因为太忙了 然后呢 咖啡 电脑 然后这个是我的笔筒 不知不觉我又买了这么多笔 然后一个香薰蜡烛 这里呢是新买了两个这种小的收纳盒 那这种比较宽的浅口的收纳盒 我就拿来装我手帐的一些用品 这个我可能会拿来装一些胶囊咖啡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这边就是还有一个我做手帐用的软头笔 这样看过去这个桌子就很简单 只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很宽的一个位置来让我学习 为什么生态效率非常的重要 可继续发展力 或者说点出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生态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当中 生态效率是很重要 要不要点出来 要不要点出来 生态效率为什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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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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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